2013 14年球季NBA總冠軍賽就要開始了 而這也是中華隊這幾天集訓 大家熱門的討論話題 到底是熱火可以三連霸 還是哪次要暴揍隊士第五座的冠軍金杯 讓我們聽聽國手們和教練團怎麼說 我覺得到最後應該是熱火冠軍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三連霸的球隊 個人 我比較支持 就是個人喜好是熱火 誰會冠軍 我應該也是希望熱火冠軍 因為締造一個不一樣的王朝 年輕力壯的衛冕軍被看好 那麼馬刺的粉絲也別生氣 馬上來聽聽有誰支持馬刺可以復仇成功 成為今年球季NBA的最後王者 那雖然熱火有一個比較好的體能狀態 但是我相信馬刺隊的團隊作戰 可以贏得最後的勝利 所以我預測4比3馬刺獲勝 馬刺跟熱火的系列戰可以達到4比3 因為這樣子球迷就有眼福 可以看七場比賽 但是我也希望最後總冠軍會是馬刺拿到總冠軍 相較於大多數人都認為 熱火馬刺會打得難分難捨 可能要在GAME7才會分出高下 中鋒吳戴豪的打壓粉並類 預測難貪大軍只要無償比賽 就可以過關放幾架 熱火隊正中擁有年輕的三巨頭 然後馬刺隊是擁有年紀大的三巨頭 論體力來說 如果因為他們速度也打 熱火隊打得比較快 所以說我認為應該4比1就會結束了 好啦 聽完這麼多中華隊的預測 補充說明一下 這並不代表我們未來體育新聞立場 只是幫忙收集大家的想法 據熱火馬刺 誰能在GAME1贏球 跨出邁向冠軍金杯好的地步 大家週五早上記得要鎖定 未來電視網的轉播服務哦 來提出黃人孔 紅花軍 台北採訪報導